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癌症被譽為現代人健康的頭號殺手 根據美國臨床總流協會ASCO提供的數據顯示 2015年,在美國大約有58萬人因癌症死亡 這個病情肯定可怕,不知之症 聽起來很怕 肺癌越整越在年輕人有 我有很多病人三十多歲、四十歲 永遠沒有吃過煙 而華人在面對癌症防止的文化觀念上 和西方國家也有差異 這個會不會令患者的病情更加雪上加傷呢? 我曾經講過給朋友聽之後 他就遠離了我 他就說我有傳染病 癌症並不是因為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 他們需要支持女人或男人 去過程度 大部分民眾對於癌症應該有哪些正確的認識呢? 正在經歷癌症病痛的家庭 又應該怎樣去應對? 我們到底需不需要談癌識變呢? 稍後回來,請收看座觀天下 何造美是少數在經歷了不同癌症病痛之後 還能夠依然健康生活的人 他在1990年的時候 一個人從香港來到美國打工 在香港的時候,他一直做古裝設計 本來想著服裝設計在美國 能夠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由於當時收入有限 他也只能夠住在中國城的散房裡面 但就沒有想到 那時在三藩四的服裝廠數量開始慢慢減少 為了支撐生活 他不得不去尋找其他工作 而當時每天要面對龐大的工作和生活壓力的他 也發現自己磊患了癌症 在九年之前 當他第一次被診斷出患有腸癌的時候 這樣的事實令到他非常難以接受 我覺得很震驚 但是震驚起來又想起我媽媽也是腸癌 所以我想可能是家族吧 我也不確定是不是 反正就是 就覺得我那時那麼年輕才三十幾歲嘛 就覺得不應該那麼早就有 算有也晚一點吧 就不太接受 而原本以為將自己的病情告訴朋友 能夠獲得朋友的支持 但就沒有想到 最後換來的 是一陣冷嘲熱諷 以前是做了什麼壞事 所以你今次就得了這個惡果 我聽到蠻不高興的 我忍了 我也不敢作聲 這是我媽媽 這是我爸爸 他們那樣多大 那時候我想是三十幾歲吧 由於家人都不在身邊 再加上面對自己信任的朋友 這樣的延遲和離棄 令到做美更加沒有勇氣 和任何人訴說自己的病情 那時候的心情滿鬱悶的 因為那時候有病人不敢跟人家說 而且自己也滿辛苦的悶在裡頭 所以也很難 我覺得 他的母親在五十歲的時候 也都被查出搶癌 當時他只有十五歲 所以在他得知自己也患有搶癌的時候 他也都擔心自己會好像母親一樣 一樣受盡著癌症的折磨 我的情景好像很淒涼 因為我弟弟也很小 也是在小學 我也在小學 所以 沒人煮飯吃了 小孩子沒人管 我們晚上回家 每一看見媽媽就流人淚 因為沒飯吃 因為我爸爸跟我姐姐 他們都跑去醫院去看我媽 由於當時的醫療設施 並沒有現在那麼完善 所以令到母親經歷了很多的痛苦 而看著媽媽的經歷 也都令到他對癌症更加恐懼 還有 他還要背那個帶子 那個 還有個傷口 有個洞 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時候是小孩子 我還是偷偷去看我媽 因為我爸爸不給我們去 我們小的時候 做美總共有九個兄弟姊妹 而她就排名第八 在母親患病之後 家裡開始接二連三變故 她的大姐 首先被診斷出子宮癌 之後 就是她自己 被確診為直腸癌 我第一次做手術的時候 我是在UC 它有個叫什麼部門 就是專門比較年輕的腸癌 她就會拿我的血液去驗 她就說可能是那個遺傳 因為上個禮拜我做那個照常鏡 然後就去看那個醫生 根據主治醫生當時的建議 他們一家人都要開始進行 例行身體檢查 而做美都按照醫生的指示 每年進行兩次的體檢 但禍不單行 在隨後幾年之內 她的一位哥哥和姐姐 先後被診斷出癌症 一位外生也因為癌症而過世 直到2007年的時候 做美的腸癌又復發了 當時她住在加拿大的姐姐 在得知道她要做手術的消息之後 本來打算來到三藩市照顧她 但不幸的是 在她來之前 姐姐都被診斷出癌症 並且需要動手術 但為了照顧妹妹 她還是決定將手術延期 兩姐妹雖然都受著病痛的折磨 但仍是互相扶持 我就告訴她 雖然我們得了癌症 但是我們心情要放鬆 所以她也聽我講 在2013年 做美又收到了一個令她不敢相信的消息 因為她又再一次被診斷出癌症 而這次患的是肺癌 當時醫生要求她必須進行撤除手術 那次的手術令到她失去三分之一的肺部 在她做美有傳遇的時候 第二年又收到了母親的噩耗 因為她的母親再一次被確診為搶癌 但因為已經是90歲高齡 所以最終沒有辦法做手術 將腫瘤切除 她太年紀大了 醫生說不幫她做了 然後那個 那個瘤長得滿大的 就爆了 那個腸裂開 從她那個傷口那裡 流出那些糞便 還有那些什麼的 反正我覺得她過世也滿辛苦的 在某些原因 以前人們以為 因為人們吃煙吃得多 但現在這十年來 就發現大部分人 在我們看那裡 是未吃過煙的 我當時有點害怕 沒有人想聽到 有人說 有肺癌症 或有肺癌症 我覺得 因為我 我學的時候是基本的 但是我想創造一點我喜歡的東西 她自從第一次患上癌症之後 就開始對手工製作產生興趣 並且開始自學簡單的手工製品 在她沒有辦法工作的那段時間裡 就將精力都投入到自己的製品創作當中 她的付出和堅持到最後 亦都令到她獲得多個創作獎項 之後她亦都出版了自己的手工創作書集 根據美國癌症協會 American Cancer Society 的調查 估計今年會新增加近22萬個肺癌患者 今年5月 Burina Ingraham 公司 亦都舉辦了針對肺癌的新聞發佈會 會上亦都邀請到多位的華裔醫生 向民眾講解關於肺癌醫療上面的新發言 戴榮濤是腫瘤血液科的醫生 在過去的30年 他接觸的癌症患者當中 有將近20%都是華人 肺癌是一個很大的 對中國人來說很大的風險 因為 某些原因 那些人以為 因為那些人吃煙吃得多 但現在這10年內 就發覺大部分人 在我們看那裡 是未吃過煙的 發佈會中也提到 現在多數人 離患肺癌的主要原因 並非吸煙 就整體來說 現在有將近40%的亞裔肺癌患者 並不吃煙 而每年平均有1600位民眾 就是因為其他因素 而死於肺癌 就算在亞洲 都是這樣的 以前的人吃很多煙 現在的人吃煙減少了很多 尤其是在香港 台灣的人吃少了很多煙 但他們肺癌的紀律 但是一樣不是那麼高 目前的研究發現 最常見導致民眾患有肺癌的因素 分別為吸煙、二手煙 一種由土地自然產生的放射性氣體 冬氣、空氣污染、石棉 和基因突變 這樣到底什麼是癌症呢? 大醫生說 癌是基因出現變化 令到身體內一些細胞失去了控制 而不斷長大 他亦表示 大多數50歲以下的癌症患者 發病原因很大機率是來自基因遺傳 而不是後天因素造成 對於亞太裔群體來說 男性當中導致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依次為肺癌27% 肝癌14% 和結腸癌11% 導致女性死亡率最高的癌症 依次為肺癌21% 乳腺癌14% 和結腸癌11% 根據非牟利組織 BreastCancer.org提供的數據顯示 在美國每8位女性當中 就有一位可能患有乳癌 2016年全美有將近280萬的婦女患有過乳癌 或者正在經歷乳癌的病痛 陳美英是一位乳腺癌生患者 她出生在三藩市 亦是第五代的美籍華僑 2007年 她被診斷出乳癌 當時醫生只是進行了針對癌變部分 進行了摘除手術 手術之後 她更加注意自己的飲食、睡眠和運動 重患癌症 做手術到現在的9年時間入面 她的病情並沒有復發 我經常鼓勵女性 女性也能受到胸癌症 所以請進行檢查 請進行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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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心裡會感覺 有的時候會感覺蠻恐怖的 有的時候會感覺蠻憂鬱的 或者有點不知所措的那樣子 所以說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我父母下跌倒後哭 我也做了 我跟她分享她 她會脫掉你的膝蓋 父母 這是我的正確的家庭 這是我年輕的弟弟的紅玉和蟑螂派 不僅是因為自己的親身經歷 亦由於家人的癌症病史 令到她對於防癌有深入的了解 本來以為這是正常的身體檢查 但他們被告知外婆患了乳腺癌 而當時外婆已經83歲 更加令到她們難以接受的是 醫生建議外婆做胸部撤除手術 一家人亦不希望外婆經歷恐怖被撤除痛苦 所以盡力尋找其他治療方案 通過朋友的介紹 她們諮詢了不同的醫生意見 慶幸的是 當時外婆的癌邊部分還算小 她們最後選擇用放射性治療方法幫助外婆清除癌細胞 令到她感到安慰的是 外婆的身體對於治療 並沒有太多不良的反應 並且一直恢復得很快 就在外婆過世四年之後 她自己亦被確診為同樣的乳腺癌 飽受過癌症折磨和失去親人的痛苦 令到她更加同情遭到類似打擊的家庭 所以康復之後她就更加積極去做義工 希望能夠幫助那些 還在經歷癌症病痛的人和她們的家人 如果我們更多分享我們的故事 更多人會不會覺得他們是一個不好的人 他們感到癌症因為我是一個不好的人 大家心裡會感覺有的時候會感覺蠻恐怖的 有的時候會感覺蠻憂鬱的 或者有點不知所措的那樣子 所以說這些都是很正常的 有的時候心跳會快一些 心跳會比較快一些 陳奇奇是大菠蘿谷腫瘤中心的血液 以及腫瘤專科醫師 她指出當發現患有癌症的時候 第一步就不應該刻意隱瞞自己的病情 並且要及時和醫生做好溝通 她建議在認診之前應該記低要問的問題 並且要清楚知道患者的癌症是第幾期的階段 有沒有基因變化 根據調查顯示 在癌症的不同階段當中 可康復的機率是不同的 第一期癌症康復率超過八成 第二期為六成 第三期大約三成到四成 第四期 雖然現在的治療方法日益進步 但是康復率就比較低 以肺癌為例 做完檢查之後 就需要與醫生溝通選擇治療方案 根據病情 會有口復藥手術或者化療不同的治療方式 現在做放療是能夠很準確地用X光照指示在癌症所患的那些地端 而把身體裡沒有患癌症的地方 可以不被照到那樣子 乳腺癌稍微不一樣一點 因為乳腺癌的話 一般來說先是做一個mammogram 這樣子看出了癌 然後下一步一般來說是先做手術 就是把那個癌部去掉 然後看一下淋巴結有沒有包括 然後在下一步決定是不是有可服的荷爾蒙之類的藥 還是需要做化療 稍微有點不一樣 陳醫生也都說 以乳腺癌為例 如果患者比較年輕 他們就會建議他的近親 比如媽媽和姊妹 開始做相應的身體檢查 以防萬一 通過家庭基因傳的比較多 有些比較少一些 所以說不同的不一樣 但是要知道家裡的父母親戚 有些什麼樣的疾病還是蠻重要的 聽說報紙說 很多公司研究很多關於癌症的藥 可能不在我的年代 但後來 可能在20、30年後 會失敗 他們應該知道 讓家庭知道 所以他們能夠支援 根據美國癌症協會的統計 2016年 但在亞太裔群體當中 將會有57萬新增的癌症病例 並且因為癌症死亡的人數 亦會有將近1700位 但並不代表民眾 在癌症面前只能助以代弊 醫生的經驗亦都說明 不要分略身體的不正常反應 並且定期做好身體檢查 就能夠幫助患者 在癌症的早期 及早發現並且治療 而生活健康規律 以及家人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對於患者亦都是極大的幫助 如果大家對本期節目有任何想法 歡迎到天下衛視的官方網站 和我們分享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